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五日复一日淘机 今天我们又来到华强百二手机批发市场 准备开始今天的淘机日常 前段时间很多网友问我有没有叉啊游戏机700左右的小五本人是没有做这种炸弹机的 你说700左右买个国产瓶 烂版组装起来的还不能打电话拍照的机器 这种机器能用一个月不强制重启都是幸运的 直接多添点入手一个纯源的有所小八或者八p XR 它不香吗 个人观点不喜悟喷 然后我们再帮深圳同城老铁拿一台无锁XR改12 市场上很多人拿这种大花机 什么是大花机 就是那种前后玻璃爆的暗并机来改12 这种机子本身就没有保证 主板不是纵摔就是进水的 小五个人是不建议入手这种机器的 可以看到这台机器屏幕很亮 主板也没有强制重启跟硬盘问题 电池效率也是很健康 确认机子是纯颜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直接拿下 然后下一楼拿一个XR改12的壳 这台黑色的XR128G是来自义务的粉丝叫小五帮忙收的 可以看到机器屏幕也有原彩 屏幕也是原装的 数据库也是没有强制重启跟硬盘问题 机子也是没有换过盖板 确认机子是纯源的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外观 可以看到机子橙色整体也是非常不错的 没有一点刻碰划痕 符合99准心机的标准 我们也是直接拿下XR作为当下性价比最高的机型 现在入手128g的也是不到3000 这台有所XR卡贴机256g是帮山东的粉丝收的 粉丝对于电池效率要求比较严格 现在市场上256g的卡贴机是非常稀缺的 小五也是在市场里寻找了一个星期左右 才找到这台机子橙色95星 电池效率在91的机器 我们也是仔细检查下机器是否是纯源的 确认机器没问题 其他人就带回家再自检 目前市场拿有所256g的话 也是在2000多出头 对于预算不是很充足的小伙伴来说 卡贴机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然后我们去长城市场帮广东的粉丝收一台mate30系列的机子 小五现在首要拿的这台就是mate30pro5g8加256 作为主打拍照手机mate30pro不仅拥有后置四个摄像头 而且拍照非常清晰 电池容量也是高达4500毫安 全面刘海平的设计 让机子握在手里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性能运行各方面也是非常优秀 可以看到这台机子整体外观也是没有一点瑕疵 标准准新机的橙色 年底将至安卓系列的机子都在跌价 此时入手也是非常划算的 目前是拿这种橙色好的也是在4000出头 相比全新机也是直接省下了2000出头 然后我们再帮湖南的老哥把昨天市场拿的11国行128具 再保200多天的机子 新机盒风包处理一下 然后配上手机壳 干化膜 快充打包好 然后去一楼给他发货 最近在市场淘的机器 小五都会在直播间里 直接以直播的形式给每天淘到机子的小伙伴 侧机 厌机 这样粉丝就可以更直观的看到自己的机器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来我直播间一起观看 好啦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五 我在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 喜欢更多华强北淘鸡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